这是一起真相令警方都会感到无比愤怒和心痛的案子 一个刚出生浑身裹满鲜血的女婴 被塞进手提包中遗弃在了小区楼下的垃圾堆里 警方感到发现时婴儿已经完全没有了呼吸 法医试检发现这个婴儿要比足月出生的孩子体型要娇小许多 因此推测她应该是为满正常周数就生下来的早茶 然而令警员们更意外的是 法医发现婴儿的臍带切面异常粗糙 显然不是接生的医生用专业的剪刀剪断的 除此之外 女婴的手脚都呈现出奇怪的弯曲状 而这种情况要么就是母体在怀孕时有意勒紧了腹部 要么就是腹中的胎儿感受到了母体不想怀孕的想法 所以为了生存下来主动隐藏了胎动和自身的体积 长时间下来形成了这种扭曲的四肢 无论是这两种哪种情况 都说明婴儿母亲怀孕时的肚子都是不显的 而且法医试检发现女婴的肺部并没有呼吸过氧气 因此她判断这个孩子是胎死腹中后才被分娩了出来 就在这时 狠检科检查放置女婴的红色手提包发现了意外线索 网上的资料显示这只包是一只限量款 一般专柜都会有顾客登记的购买记录 得到线索后 警方立刻带着红色手提包来到了专卖店里 并准备向店员询问这款包的顾客购买信息 可店员在对包包进行一番仔细检查后 却称这个包是模仿他们店里生产的假包 本以为线索就要断了 回到警局警员小金在发现死婴的垃圾堆里 不仅翻出了婴儿的胎盘 还找到一张带写的信用卡收据 警方很快根据单子上的信息 调查出了嫌疑人的身份 女人名叫李慧静今年46岁 是一家大型广告制作公司的创意总监 然而警方来到其公司找到她后 女人得知事情缘由却表现得很意外 十分不屑地称这个假包并不是她的 警员阿泰反问道如果包包不是她的话 那为什么她的信用卡收据 会和死婴胎盘一起出现在垃圾堆里 李慧静则语气傲慢地回道 自己家中每周都会有各种人进进出出 有家政人员和司机以及孩子的家教老师等等 因此她也不敢保证自己的东西 有没有被别人偷拿过 见问不到什么讯息 警方只好先上前采集女人的唾液 准备进行检验和女婴的DNA 做亲子关系鉴定 警戒令阿泰感到意外的是 法医打来电话称 虽然检验报告显示李慧静并不是婴儿的亲生母亲 但却检测出她是孩子的外祖母 女人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满脸不可置信 就在这时 小金打印出亲女儿的资料在看到上面的照片后 不禁惊讶出了声音 她认出这个女孩名叫小梦 今年才18岁 恰巧是前几天在家里闹着跳楼自杀 最后被警方成功救下来的女高中生 警方把小梦带到审问室后 可无论面前的女警员怎么询问 她都始终低着头一言不发 众人正无可奈何时 李慧静过来恼怒地称他们肯定是搞错 她的女儿才上高二 而且学习成绩可是全年级第一 从来没有怀过孕又怎么可能生出一个孩子呢 刚说完就准备进去带着女儿走 一旁的消防员阿玉喊住了女人 称自己可以进去试试询问下她 因为当时女孩准备跳楼的时候 是她一直在旁边安抚小梦的情绪 使她逐渐平静了下来 果然 在阿玉进去一番耐心劝导后 女孩的态度终于慢慢软化下来 与此同时待在审讯室镜子外的阿太几人 收到了技术科调查小梦上周的成绩单 细心的阿太一眼就注意到 女孩上周三的成绩明显要差劲很多 基于此她怀疑小梦很可能 就是在上周三产下的婴儿 便立即让阿玉询问 得到女孩的肯定回答后 警戒阿玉便小心试探地 问到那孩子的父亲是谁呢 可小梦却摇头称自己也不太清楚 孩子是谁的 谈话间女孩在纸上 写出了五个男生的名字 并称这些人都有可能是孩子的父亲 众人见状纷纷难以置信 他们没想到一个仅仅高二的女孩 成熟得如此之早 随即警方很快调查得知 这五个男生都是和小梦在同一所高中 并且全部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 阿泰本想去到学校 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些学生的一些情况 然而副校长却直接简单粗暴地 用成绩排名介绍了这五位学生 阿泰见状对学校的教育模式感到了很无语 由于得不到其余的信息 警方只好先采集了五个男生的唾液 进行DNA比对 怎料检验报告出来却显示 这五个人全部和女婴没有任何亲子关系 阿泰感觉小梦很可能是故意在戏耍警方 但同时又对她的行为无可奈何 就在阿泰对迟迟没有进展的案件感到分外苦恼的时候 消防队员告诉阿泰 她在查看当时救援小梦跳楼的执法记录一时 发现了一个可疑情况 录像显示当众人准备送小梦去往医院的那刻 客厅里一扇房间的门已极其缓慢的速度关上 从关门的速度分析并不像是被风吹的 因此她猜测屋里面很可能还有另一个人 由于录像拍下的不够清晰 阿泰便拿给了技术科进行处理 果不其然在放大处理过的影像后 从门缝里清晰地看出了一个人影 阿泰觉得发生那么大的事 可这个人却默不作声地在房间里待着 其中肯定有问题 随后警方调查小梦的家庭关系 发现她还有一个哥哥 由于学习成绩不好 目前又复读了一年正在上高三 阿泰突然有了个不好的想法 或许那个婴儿的父亲很可能就是女孩的哥哥 得知男生每天放学都会去图书馆看书 阿泰便偷偷跟踪她来到图书馆 并且偷走了她的耳机送到法医室检验 阿泰和小金二人为了尽快调查出真相 便迫不及待地来到小梦家 阿泰拿出之前女孩写的五个男生的名单 质问她为什么要不意欺骗警方呢 女孩听后一脸不以为然 戏谑地称她只是不喜欢那几个男生而已 所以她想用此事让几人在学校里被人嘲笑 母亲听到小梦的回答立即上前维护她 告诉阿泰她的女儿还小不懂事 接下来的事情她自己会好好处理的 小梦听到母亲的话语感觉很可笑 愤怒地质问到一个连自己女儿怀孕都注意不到的母亲 上周三早晨她的肚子突然异常疼痛 明明自己看起来身体那么虚弱 可母亲却只冷冷地对自己说今天还有英语测试 让她赶紧吃点止痛要应付一下 回到房间随着肚子越来越难受 她也终于意识到自己可能是要生孩子 为了报复母亲便故意把孩子装进了她的红色手提包里 可女孩妈妈在听到这些却只满脸疑惑地询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小梦歇斯底里的大声嘶喊 因为看母亲一直维持这种看似和谐实则冷漠无情的家庭 她的心里实在是感到太恶心作用 警戒警方又拿出了张门凤里人影的照片 以及技术科定位到当时小梦哥哥在家里上网的信息 不料男孩看到这些证据竟害怕地尿了裤子 小梦坐在椅子上一连挑衅地看着哥哥 男孩则站起身生气慌张地说出了真相 原来那天他本来好好的在屋里玩游戏 可小梦进来后嚣张地翻阅他的练习册 还称自己就算用脚趾头做都能合格 这种简单到报的题只有白痴才会醒 自己在听到白痴两个字火气一下冲到了头顶 便狠狠掐着他的脖子教训小梦 可就当他松手不想再理会的时候 小梦静重重地敲了他的头 而且嘴里还骂着弱智白痴之类的话语 他立刻生气地上前追赶 然而这个脑子有病的妹妹突然坐到了阳台栏杆上 还威胁他要告诉爸妈哥哥推自己跳楼 并且把手里的东西都扔到了楼下 他在听到警车铃声响起便慌张地躲到了房间里 还开了一小条门缝偷偷看外面的情况 阿泰本想接着询问他是不是婴儿的亲生父亲 可就在这时 法医打来电话称DNA比对报告显示 男孩和那个女婴并没有亲子关系 阿泰只好无可奈何地询问 小梦孩子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呢 可女孩只恨恨地盯着自己的父母称 就算是死也不会说出来 为了能尽快找出真相 警方重新调查了一遍小梦的人际关系 意外从他的一个课外补习班老师口中得知 早在半年多之前 小梦在这里补习的时候 和一个名叫小俊的男生关系很要好 不过不幸的是 这个男孩在三个月前因为学习压力太大跳楼自杀了 回到警局后 警方立刻调查了这个男孩的资料 无奈的是小俊的父母在他跳楼后早已搬到了国外 再加上他是独生子 而且尸体也早已经火化 所以无法获得可以用来检验DNA的材料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时 阿泰突然想到了医院 如果男孩曾经去过医院看病或许会留下些什么 幸运的是警方查询小俊的就诊资料发现 一年前这个男孩曾做过蓝尾炎手术的切片化验 而这种化验一般会作为病例研究的标本放在医院保存起来 二人取到小俊的标本后打算开车离开 不过阿泰隐约感觉这个男孩应该不是那个婴儿的父亲 因为从小孟如此叛逆 又一直尝试隐瞒的表现来看 阿泰总感觉他企图袒护的孩子的父亲应该在他的学校里 想到这里 阿泰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直接找到病理科值班的医生 并叮嘱对方今晚的标本是不要上诉 接着阿泰又让警员们在学校里 大肆宣传要对小俊的标本进行丁内对比的消息 警方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想让真正心虚的人主动跳出来去偷小俊的切片 因为一旦警方检验后发现小俊并非孩子的父亲的话 那警方在学校的调查必然还会继续 而如果小俊的切片消失 警方在没有证据后会误认为 死去的小俊可能就是孩子的父亲从而停止调查 晚上阿泰和小金二人偷偷藏在医院标本保管室内蹲守 二人心里其实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不过阿泰不想白白损失掉这一次诈此人出来的机会 几个小时后 没想到真的有人潜入境来准备偷拿东西 阿泰二人上前揭穿了此人 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前来偷东西的竟然是学校的副校长 把他带回审问室询问得知 他半年多之前去夜店的时候曾带过一个女孩回家 可万万没想到 有一天他在学校里竟然发现那天的女孩竟然是他学校的学生 因为他当时成熟的打扮 所以并没有注意到他的年龄那么小 从来之后 小梦便总是拿这件事威胁他把学校准备考试的试卷提前给他 而自从他知道小梦欺因的事情后 每天他都在害怕警方调查到他的头上 那样的话他不仅会失去学校的工作 甚至还会遭到所有人唾骂 所以心虚的他才决定去偷走小俊的标本企图让警方停止调查 阿泰本以为真相已经大白 然而就在他准备将结果告诉小梦的父母时 法医将小俊和副校长的丁内对比报告发了过来 结果让阿泰很意外 他直接来到卧室找到了小梦 这一刻阿泰忽然意识到 原来小梦变得如此反常叛逆权是因为三个月前小俊的死 他其实一直都知道孩子的父亲就是小俊 他之所以让警方大动干戈的调查 目的就是想让学校和父母停止那些令人窒息的排名教育 一集一个悬疑故事 我是蟒牛 感谢三连